字幕志愿者 字幕志愿者 這麼大的麵包? 你之前不是說控制什麼體重血糖 解了吃澱粉嗎? 本來是的, 但我最近看了一項新發現 原來主要把麵包冰過, 再燙回來吃 清糖指數會覺得三成有多 真的嗎? 網上的東西有很多騙人 你也被騙不少吧 真的, 報紙也有登過 以及醫生也有解釋過 因為澱粉在食物經過隔夜冷藏之後 就會增加抗性澱粉 就會較難被身體吸收 就可以延長把肚感和穩定血糖 我早就知道了, 說你後知後覺 為甚麼? 你看看, 整個人版在這裡 我每天喝啤酒, 都冷藏過 常溫那種不喝, 你多健身 好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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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加了豬油之後 我不吃的 甜品我都吃了一碗, 大哥 對, 因為有豬油才喜歡 你說到芋頭和豬油簡直無敵 我用芋頭和豬油刺了新菜 不如煮給你嘗嘗 芋頭加豬油? 好, 真棒, 馬上吧 好, 華榮豬油 當然要先煮豬油 是嗎? 在街市買些豬版油 肚腩那個? 對, 包著內臟的那塊 像抽一樣 買回來之後 要切到一顆粒 對 我喜歡切小粒 是 有些人喜歡很大塊的炒 對, 整塊… 對, 但我覺得 既然炸完豬油 豬油真的很好用 切得大大粒 豬油真的很難用 沒錯 我喜歡小小粒 然後放在這裡 容易處理 是 這個部位的豬油 比起豬背部的豬油 它出油率是最高的 是 如果你想出油快一點 切小粒就快一點 一大塊慢慢慢慢煮 就煮很久 豬油買回來 很多的油烏 黏著毛 或者雜質 對… 先去水 對 加幾片薑 有些人喜歡加一點酒 對 有些要加很多 是 薑、蔥、乾蔥 對 一起放進去 加八角 對 我也喜歡簡單一點 豬油 真的想起也很香 對 無論拌飯、拌麵、炒菜 做什麼都可以 對 好, 煮三秒、一分鐘 就夠了 少許水也不要緊 等一下我都會加水 去煮豬油 是… 對 很多都會加少許水 對 讓它出油更容易 對嗎 對, 吸到出油 二來如果你的豬油 直接在鍋裡 還沒那麼快出油 很多時候會令豬油有點凹 對 出來的顏色就不漂亮 好, 接著就可以煉豬油 燒熱鍋 是 將豬油 加一點水 重新加幾片新的薑 讓它有增香、去腥 如果不加水就行嗎 如果直接乾炸豬油 豬油不是馬上出油 對 它會慢慢燒至豬油開始有色 才會慢慢出油 不會馬上出油 豬油就會偏和 就不會那麼漂亮 如果加水 水除了有油出來之外 它不是直接出油 出來的豬油就會變白一點 滑一點 像滾雪糕一樣 很柔軟 真的這麼厲害? 對 現在它開始慢慢出油 因為有水, 油現在很白色 對 水慢慢揮發之後 慢慢透明 清了 對, 清了 其實還有一個絕招 現在在這個時段 你還有水的時候 如果你真的用回豬油渣 這個時候就會加鹽 你做完之後的豬油渣就會有味 有水才能進入豬油渣 是… 你待會豬油渣還要吃嗎 會, 稍後一會 說明豬油芋頭煲 那就不要失去這個機會 好, 先加鹽 開始 真的, 出油了 對, 出油了 出了清澈的油了 對, 開始不太白了 對, 慢慢清了 好, 繼續慢慢炸 炸到豬油開始焦黃 開始收縮 油全部出來了 開始透明清了 差不多了 如果這個份量要花多久呢 20至30分鐘左右 差不多了 豬油炸到脆了 對, 整些油都清淡了 清淡了 你把它隔起來 這裡也聞到香味, 厲害 你可以放在鞋裡儲存 也有人喜歡放在鞋裡 放黃豆 或者放在八角 讓它內存一點 還有有香味 我們家家戶戶 也有一盒豬油在燥頭裡 對 不用放在冰箱裡 只放在廚房裡 長年都是放在燥頭裡裡 對 豬油煉好了 打算怎麼做 豬油, 芋頭, 海味煲 好 然後處理芋頭 芋頭要切得很薄 很薄 等一下, 我放在鍋裡蒸 鋪到一層層 就更容易吸收豬油 芋頭有豬油, 這樣才好吃 每一片裡面都吸收 對, 我再切一片片 薄一點 薄一點 切到尾巴, 越切越淺色 是 這些沒什麼絲絲, 會比較爽 很適合這個菜 你也可以留在焗飯 或者… 煮糖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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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芋頭切完之後 一層層鋪在鍋裡 你選一個鍋裡也可以 選一個碗也可以 這個做法挺有趣 對 一層層有空間 更容易吸收汁 吸收豬油 對 無論是汁、油都容易吸收 對 雖然現在一片片很凌亂 是 蒸完之後會下沉 你放心 你也有很多次 其實鋪至八、九分 但是蒸完之後會下沉 所以鋪多一點也無所謂 好 接著做醬汁 其實原先的這個菜 只是豬油的醬汁和芋頭 已經好吃了 我加了小碟片 是 還有一些蝦乾 是, 蝦乾 蝦乾我先洗乾淨 浸軟了 是 然後就像煲章魚湯一樣 就是這樣, 章魚乾也要燒燒 或者用鍋子辣辣才會香 香一點 對, 香一點 燒一下 是嗎? 馬上… 馬上聞到香味 好, 然後洗乾淨 即是把燒焦的地方 對, 燒焦了, 對 一洗就乾淨了 接著切到一個你喜歡的大洗 是 我先頭還以為這個芋頭煲 有什麼地方的… 你本身的香下菜 其實各個地方都有不同的芋頭菜式 台灣有個地方叫大甲 所以芋頭小時候這樣 煮米飯都放在芋頭 芋頭米飯一塊塊 對… 很綿很好吃 有些蔥, 台灣很流行的蔥油芋頭 對… 各個地方都有不同的芋頭菜式 鹹也可以, 甜也可以 好, 接著可以煮醬汁 加點水 是 主角, 豬油 豬油, 沒錯 對, 因為不是直接燒焦的豬板油 顏色就會比較白 對 你剛才說的大地魚粉 大地魚粉 糖 對 生抽 其實生抽加豬油已經很好吃 對 豬油和豬油, 對 對 小朋友拌飯的時間就是這兩樣 對, 這個是老抽 老抽 小色 接著把剛才切好的料片 這個蝦乾煮一下 怎麼會出味 三、兩分鐘之後 豬油汁就完成了 是 把豬油汁整個烤車 對 充滿海鮮味的豬油汁 對 對 這些乾貨不得了 接著海味就放在上面 是 可以想像得到這個… 這個芋頭煲 對, 層層的 真的 好味道不得了 好味道不得了 Jacky, 夠汁了嗎? 好像不多夠汁 對, 你放心 蒸完之後 芋頭就會向下沉 是 而且下面會有烹飪汁 你吃的時候就放進去 加上汁 一斤到底 對 當然, 這個菜除了蒸之外 還可以用明火煮 但是汁就要多一點 不過汁就方便, 又乾淨 對, 不用管 沒錯 大火煎20分鐘 20分鐘 對, 搞定 來 Ricky, 看你最近瘦了 煮了個美麵飯 讓你配這個菜吃 吃這麼美味的東西當然要配飯 沒飯怎麼可以 慢著 我還有一個秘密武器 豬油渣 臭脆脆脆又香 夠不夠? 當然不夠 對 對 是層層的 又鬆化又香 豬油好像拿著筷劑一樣 有了豬油的加持 芋頭本身已經好吃了 對 加上豬油, 真是… 這些神仙的食物真是搞不定 滋潤了整個芋頭 很好吃 海味和豬油渣 這個菜這麼好的菜 你吃得這麼滋味 不如煮兩口飯, 可以嗎 真的很好吃 熱辣辣 尤其是把豬油渣 這道飯真是好吃 吃這道菜 另外有很多回憶 是 以前小時候吃豬油拌飯 簡簡單單都很開心 現在吃豬油 又怕這個不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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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麼你這麼勾 是 早就有人飆出來幫豬油平反了 是嗎 這是有益的東西 是 以前的人說 你不能吃那樣 豬油是萬國之首 現在不是 現在他說 不知有益過你那些什麼什麼 多多聲 沒錯 是 我們一魚為豬油 乾杯 沒錯, 乾杯豬油來 乾杯, 喝光它